周一到周五锁定新闻大白话YouTube频道 为您带来最新政治平息和大选风向 前行政院长张上正昨天透露 愿意接下韩国瑜的国政顾问团总招一事 韩市长在今天正式的对外表示确定 另外针对记者问张上正 跟韩国瑜九二共事看法不同 韩国瑜他也表示张上正做了他的表述 唯有自己的表述 但重点是和平繁荣互利共赢 张上正院长担任国政顾问团的 总招一人已经确定 我们有很多位学者专家 还有一些政务官员 会跟张上正院长来合作 来做我们的智囊 来做我们的国政顾问团 这非常感谢 他是不是也建议你不要谈九二就是 张上正是不是也提醒你不要九二共去 我想这个整个这么重大的一个政策 因为两岸政策可以说是台湾对外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环 我们会整个集思广益之后 再来向各界来说明我个人的立场跟想法 还有如何能够最符合2300万人民的需要 以及福祉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张上正院长做了他的表述 后续我这边也会有我的表述好不好 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就是和平繁荣 互利共赢是最高追求目标 郭董要回来台湾呢 我现在目前还没有还在继续等待 我想会等一下如果确定他回来 我想会再跟他联络一下 我们都在尊重 继续还会倾听 所有的党内这些先进 我个人都抱持了最大的诚意 来倾听跟交流好不好 昨天一宣布说张上正要当韩国瑜的 顾问团的总召这件事情 我第一个联想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之前说他要当韩国瑜的副手 这个就才死不忠了吗 是不是就没了 第二个问题 因为他的两岸政策跟韩国瑜 略有不同 他认为说不要再讲九二共识了 最好是讲宪法一中台湾优先 代表是不是韩国瑜的九二政策 也要往这个方向来走 所以是所有大家的一个疑问 昨天韩国瑜是宣布了 他说张上正会担任 国政顾问的总召集人 很多的学者专家都会跟他来合作 作为我们的智囊 这个部分包括他的两岸青年政策 到底会不会是一样 还是会有调整 这到底怎么回事 没有错 其实张上正过去 他早就担任过行政院长 不过在从政之前 他曾经在Google担任高层 其实对于一些科技 或是一些新领域 甚至青年政策 我相信他自己是有所琢磨的 我们来看到他建议就是说 两岸青年这个政策是最优先的 其实我觉得他也是看到了 国民党目前最弱项就是在这两块 所以他来的工作 似乎就是要补足这两块的不足 我们还有看到的是两岸政策 九二共识已经被污名化 其实过去九二共识一直都是国民党 在针对两岸议题上面 两岸交往上面的定海神针 什么污名化呢 其实现在在民进党的操作之下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认同九二共识是不是就是亲中 有的时候会被贴上这样的标签了 所以他就建议像刚刚耀州说的 这个宪法一中台湾优先 台湾的利益优先 他说因为大陆在意的是一中而非个表 那么宪法当中也有一中 所以如果说用宪法一中台湾优先 其实是不通途的 而且还与法有据 那么台湾优先就是两岸交往的原则了 其实就是要撇除掉先前被骂 你去中联办卖台 你去亲中 或者是跟中共比较靠近这样的倾向了 这是张善政他提出的最新的一些建议 不过韩国瑜目前在媒体上也是回应说 这个都是很大的议题 要集思广益再来谈 什么才是符合台湾2300万人呢 他觉得张善政有他的主张 他也会有自己的想法 市长在讲两岸的话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去年的选举过程当中 其实他也是标局九二共识 可是自从今年的这个习谈话之后 九二共识被普遍认为说 已经不服使用了 后来他有再主张一个 所谓两个不用怀疑 所以这样的一个主张 跟宪法一中台湾优先 感觉是有落差 到底是要合在一起 还是说有各自的论述 这个恐怕他接了总招之后 其实就要好好地再去盘整一下 回到我第一个问到的问题 就是说接了这个总招之后 所以他的副手就跟他无缘了吗 这个到底怎么回答 这是不是真的没有所谓 韩章配了 这个张院长他个人非常豁达 他说希望韩只要他不要变成 另外一个空心菜就好了 国政顾问跟选后的职位 没有关系 他个人要他回到花莲种田 也没有关系 要让韩市长去好好找他的 适合的副手 那之前市长 大家就解读他跟郭台铭招手 所以他说希望他的副手 是可以在国际上 而且有财政 财经财政方面的财政背景 所以大家觉得说 这个虚伪以待的这些条件 听起来好像比较像是 针对郭台铭 所以张上正是不是越听越没望 八字没半撇那种感觉 他这个发言也蛮淡薄名利的意味 当然我觉得张上正 他其实他有讲过 他说他真的不在乎做什么 他只在乎把民进党干掉就好了 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主张 另外一个之前 韩市长有讲过他的承诺 竞选总部要设在高雄 竞选办公室要设在台北 这个承诺他也找好了 好像确定要在他的去给出 高雄市的党部 高雄市党部的副主委杨敏郎 他讲了这个党部总部 就会设在国民党的高雄市的党部 那跟他的对手花了几千万 那对手可能是批另外一个政党 他说你花了几千万去搭建一个豪华的总部 那这样不符合韩国瑜庶民总统的形象 那这也是第一位 要把总统的这个竞选总部 放在高雄的候选人 那要说我就想问了 这个盖在总部 好像过去没有候选人是这样做 对不对 对 没有错 他好像是第一位 那也主要是因为他也承诺说 不只总部 还有包括之后如果选上 包括他就职典礼的话 这一些一系列的活动 他都会办在高雄 那甚至他说他如果假设 他当上总统之后 他也会花一定的时间比例 是在高雄来办公 那这个是大家会关注到的一个话题 那这个部分大家也很好奇说 这个两岸政策方面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张善政他担任 国政顾问团的总招 顾问团的名单 到底还有哪一些人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则的报导 韩国瑜有讲说 准备要找我出任 他的这个国政顾问团总招 原本说他选总统 现在变成要帮韩国瑜选总统 被誉为最佳副首的前行政院长 张善政加入智囊团 带头助政 我的两岸政策就是我不提九二共识 我承认过去九二共识 对马政府有促进两岸交流的贡献 但是现在已经不适合再往下讲了 我讲的是宪法一中台湾优先 第一集就挑动两岸敏感神经 要韩国瑜重新定义两岸关系 抢攻中坚选民 就是这样难道没有冲突吗 我强烈支持九二共识 这是海峡两岸的交往 定海深圳 就是这句话 当时被民进党批评是向中国输成 加上后来香港反战中延烧 让蔡政府的两岸政策 在民众心中得分 为了挽回颓势 韩国瑜找来张善政当总招 两岸学者张五岳 帮忙研拟两岸政策 传出更找来不少 马政府时期的行政官员 像是前内政部长李宏元 和一些财经能手 要针对两岸外交财经对症下药 因为两岸政策可以说是台湾对外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环 我们会整个奇思广益之后 再来向各界来说明我个人的立场跟想法 过去国民党时代的政务官 在社会上都有非常好风平的人 都已经陆续加入韩国瑜的国政团队 他是有邀请的 这个零到六岁 这个之前郭董有讲的部分少子话 我想这个都很重要 连昔日对手郭董的政策 都变成国政顾问团讨论的内容 要怎么把国家安全人民有钱化 为实际可以推动的政策 是韩国瑜智囊团受要关注的课题 TVBS新闻 台北采访报道 好我们现在欢迎韩市长国政顾问团的总招 张善政 张院长你好 院长好 你好 大家好 院长大家听到这个消息 第一时间有一个错愕 因为很多人很期待 你可以当市长的副手 难道这代表副手无望吗 应该是两回事 我跟韩市长说 我答应担任你国政顾问团的总召集人 这个跟将来要不要担任什么位置 完全是独立的两件事情 换句话说 我不希望韩市长有点心理上的压力 因为我找了张善政 担任总召集人 后面我好像不找他当副手 好像不太好意思 我跟他说千万不要这样想 你可以海阔天空的去找一位 你认为最理想的一个副手候选人 院长还有一个层次 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这个 最敏感的两岸政策 市长之前去年的时候 是靠九二共识赢了 可是后来选后的情势整个批变了 尤其是习的谈话之后 九二共识突然间就变成一个毒药了 大家觉得他已经好像没有办法 再去应付这两岸的论述了 您个人是主张 宪法一中台湾优先 你觉得韩市长 有没有跟你讨论过两岸政策这一块 以后市长的两岸论述的方面 会以你为主 还是他自己会有新的一个 会有他自己的表述 我跟他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时间去谈 任何一个政策的细节 那当然我也了解说 他去年在选市长期间 曾经提过九二共识等等的到 即便在国民党初选期间 两岸政策他也提过一些想法 那我日前讲说 九二共识以后不要再提 我首先要讲是说 我没有否定九二共识 我觉得九二共识 在马英九政府任内 的确是替我们两岸 奠定了一个互信的基础 让我们两岸有非常好的互动关系 但是九二共识 其实尤其是你刚刚讲的 在今年年初开始 在习近平的一些想法之下 其实我觉得九二共识 已经开始慢慢变质 而且我们台湾内部 对于九二共识 大家有不一样的看法 我觉得九二共识过去 他曾经替我们两岸的关系 带来这个荣景 我们承认他的确有他的贡献 但是我的讲法是说 从现在开始到以后 九二共识应该不是 我们两岸政策的一个重点 那这个其实不是我为了韩国瑜 这一阵子才讲的 如果各位朋友 可以去稍微回溯一下 Google搜寻一下 可以发现说 我其实从今年年初开始 我就已经把九二共识 以后不要再谈 当作我选总统的政见 因为九二共识 反而变成我们 这个国内争议的一个焦点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说 民进党是不承认九二共识 很多人也觉得九二共识 好像意义已经慢慢在改变 所以提九二共识 到底有没有好处 我是承报这个怀疑态度 所以也不是说 我为了韩国瑜去打造 这个所谓的两岸的这个政策 说不要九二共识 是我自己 我刚才讲说 大家可以回去搜寻一下 我自己最近半年来 我自己的政见 在这个两岸政策上面 我就一直强调 宪法一中台湾优先 那九二共识 我们就以后就不用再提了 那所以我日前在访问的时候 提这个想法也是说 我过去一直以来 尤其是最近一年半年的想法 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刚刚问的说 有没有跟韩国瑜沟通过 答案是还没有 那我觉得说 现在是一个我个人的政见 将来一定是提到 这个国政顾问团里面 两岸小组的这个分组里面 去做更深入讨论 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这个建议以后 才会交给韩市长 当做以后他的这个选举政见 院长那你接下了总招之后 你觉得韩市长在未来 拼国阵的论述方面 你觉得哪几块是他比较弱的 那怎么帮他补强 我觉得两岸政策这块 不是说韩市长比较弱 而是说两岸政策一定是 所有民众 第一个会问你说 那你怎么看两岸政策 这是第一块 那么第二块 我觉得要去争取的就是我们年轻人 对于韩市长的这个信心 因为我也很清楚说 现在其实大部分年轻人 比较倾向支持蔡英文 尤其是蔡英文在呛对岸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觉得心里很爽 但是我觉得你单单呛对岸 心里很爽 其实对你实质的生活改善 并没有太大的好处 换句话说有点口慧实不至 那我希望韩市长能够给年轻人 带来的是口慧和实质 口慧和实质的意思就是说年轻人 真的是因为韩市长的 以后希望是韩总统了 韩国瑜的某些政见 我们帮他规划的某些政见 让他有实质性的这种生活上的便利 好处 譬如说我提的几点 第一我们拼经济 要以年轻人最热衷投入的产业 来当做我们拼经济的第一波重点 但是这个什么产业 就是跟数位相关的产业 这第一个 第二个年轻人住一直都是有问题的 包括房租 包括买房子买不起 或是说有小孩以后 学区都不是好学区 所以上学非常辛苦 要把户口挂到别人家里面 其实这可以一个动作来解决 就是在好的区域 好的学区的区域里面 去找好的地去建青年住宅 我叫做幽教青年住宅 优质教育 换句话说 你如果说住到这个青年住宅里面 就是一个好学区 小孩子从小学到国中 都不用担心 像这个其实就是我说 让年轻人住能够安心 前面讲的就是这种创业机会 最密集的数位相关的产业 我们政府第一波的去鼓励去赞助 这个时候让年轻人 能够享受到我们拼经济的第一波好处 而不是说等别人有好处 再让他们去刺激消费 然后把这个经济活络了以后 年轻人在第二波第三波才享受到好处 这个效果太慢 我们第一波就想办法 让年轻人密集投入的创业 或是年轻人密集投入行业 能够享受到我们政府的拼经济好处 像这些都是我觉得 我这个要给韩市长建议的 或是呢 那个我也坦白承认 韩那个郭台铭有几个政策 我觉得不错的 我跟这个韩国瑜讲了随便三个 第一零到六岁 我们先要去了解说 零到六岁的确是有吸引力 但是政府财政能不能负担 我们要去厘清 如果能够负担 当然我们要设法尽量去做 第二 那个郭台铭的健康大数据 或是大健康产业 那个其实跟我一直在 大数据跟人工智慧是不谋而合 只是我觉得郭台铭取的名字 比较好 就是这个大健康产业也不错 第三就是主权基金 这些东西我觉得 我已经建议韩市长 深入的去稍微了解一下 以后都可以进一步的去 这个等于说 请益郭台铭 因为这三个我感觉上 都是还不错的政策等等 所以我拉拉扎讲的 这些许多都是我陆陆续续 已经构思到差不多八成完整 觉得说很快可以跟韩市长去沟通 院长那之前有些人 执意说韩市长离开政坛有一段时间 执意说他担心他的人脉 还有他的人才库可能不够多 那国政顾问团 现在组的状况大概怎么样 这个人才到底是丰沛 还是大家执意的说 可能会缺这个缺那个 会有这种状况吗 先撇开我要不要当韩国瑜的 这个国政顾问团总召全不讲 我自己我想大家可能多少知道 我自己其实从年初开始就一直在准备 我准备要参选总统 那我为了我自己的政见 我其实找了很多智库 这智库我觉得也有些是 譬如说以前我们内阁的阁员 有些是一些还不错的学者专家等等的 其实就政策的完整度来讲 我觉得我手上现在弄出来的这些 政见内容完整度已经到了 差不多七成到八成左右了 有的高有的低 譬如说像数位建设 数位政策这块已经几乎非常完整了 那所以我这些所谓的智库 我现在正在征询说 我现在如果去支持韩国瑜 做这国政顾问团总召的话 你们愿不愿意也一起协助我 来协助韩国瑜 我现在正在做这征询的过程 那我现在这批手上 已经在帮我的这些 所谓智库顾问好了 我没有仔细算过 不过我这样子随便感觉下 应该三十个人跑不掉 三十个人至少有的 那这些人我觉得有相当的比例 是应该会去继续支持韩国瑜的 再加上其实韩国瑜旁边 原来也有些人 或是国民党智库也有些人 那这些呢 我们都可以把它整合起来 所以我倒觉得 一旦开始启动这个 所谓的国政顾问的作业工作 我觉得人才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另外我也觉得说 要给外面一个感觉是 我们没有小圈圈找人 我其实另外第二波 我准备在网路上透过网站去吸收 只要你真的觉得你有创意 而且你愿意贡献到这个 把这个创意 贡献到韩国瑜的这个 性选证券里面 我们会在网路上 有点类似海选的这种过程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说 有心要能够把自己的想法 落实到政见的这个机会的话 我觉得韩国瑜这边 我这边帮韩国瑜这个管道 会是一个管道 用网路类似海选的方式 争求大家愿意来投入的人 都可以来让我们知道 这样子